各位,我們今天繼續講故事情林人事篇的下半部 上次講了一半,今次講了那一半 上次講到我們手上的課文是《異葉》 《畜牟之事》,我找到大家 我們略略讀一讀,有個印象 《畜牟之事》,所見略同 人人之言,其理甚譜 班門農府,不知份量 沉流齊末,不惜高悲 誓言莫押,為之之萬難途 誓言莫押,為之之萬難途 暴藏禍心,為其人心頗測 暴藏禍心,為其人心頗測 作舍道旁,以論多而難成 作舍道旁,以論多而難成 一國三公,權並分而不一 一國三公,權並不一 一國三公,權並不一 好,我們逐點說 說下背後的故事,典故 指謀之事所見略同 指謀之事,通常也有智慧,有謀略的人 例如汉朝的張良、蕭河、明朝、劉伯溫等是自謀之士 幫過君主打天下 因為有智慧,見到事實的真相,所見略同 略同不會完全一樣,人和人之間一定有不同的意見 略同,現在經常說,我和你是英雄所見略同 我同意你,你說得對,我同意你,我也對 人人之言,其利甚普 為何讀普呢? 普兒的普 其利甚普,這個出自春秋時代 出自左傳的,當時有個出名的外交家 顏英,大家聽過顏英的人嗎? 是矮仔來的,其貌不如是矮仔來的,就出事 幫國家上去就說,當時的人不看他 看他不看就欺負他 例如去到秦國那裏,秦國就說,故意要落他面子 落他面子,拍九龍那裏,要他走過去 他說,沒有問題 不是,通常我們國家就去大國,從門口入,去九龍國家 走得細門走也沒有問題 那人就說,我們自己丟了自己架 請他入回正正式入大門 顏英就是這樣的意思 有個故事,顏英和齊景公 顏英和齊景公是一對歡喜英家 有一本書叫顏子春秋 不是顏英所作的,是後人作 用他的名字,記住了很多當時的傳聞 即是聰明的神旨言語方面 如何勸諒軍王,教導軍王 用了他的名字 就說,顏知媽,顏知文 經常勸諒齊景公 有很多的好債入面 其實真實性就不知道 後時的人作的書 有很多東西都將自己的意見放進去 齊景公就知道顏英好事 要他住一間大屋,靚屋 既然對朝廷有這樣的功勞 應該住一些好些地方 為何要住在街市旁呢 顏英就說,不是 我住在街市旁,接近群眾 我到地,我不是堅離地 現在叫堅離地 和社會脫了折 我特意住在街市旁 聽民意 以前是收集民意法的 然後告訴主相 可以改善政策 對,對 就是這樣 所以就說,這個故事 變成這個典故 人人之言其利甚普 好像顏英有言能的事 他所說的話 能夠包含到各方面的意見 很廣博 下一句 班門弄苦不知分量 所謂班門就是老班 老班 鬥木的技術非常高超 聽說老班 老班還是一個發明家 就像西方文藝復興時代 因為大飛茹 這麼厲害的 就說老班是神乎其妓 用木做了一隻隻鳥 鳥飛上天幾天 不走出來 湯很像是講笑 有什麼可能 就這麼多動力 總之說他好 相傳有人在老班家門口沒有弄斧頭 在大師傅面前賣弄木工的技術 派過不知自量 在大日版有學識的人面前懶惰 斑門弄斧在大師傅面前賣文章 老斑門前賣大斧即不知自量 岑樓齊末不惜高碑 什麼叫岑樓齊末呢 岑樓是很高的樓 岑樓齊末碎木頭 出語出孟子 孟子作過一個比喻 有些人不知道什麼叫好什麼叫不好 鑽和卑利都不分 就好像有些人把木頭放在屋頂 只看著木頭 以為木頭很高 其實不是一間樓高 不是木頭高 岑樓齊末不惜高碑 不惜尊碑 不是不到事實的真相 下一句 誓言莫押 不是蝦字 是押子 押子 押子 又語出左轉 即是說 國家和社會有些問題 開手的時候不去處理 你那個弊病就越來越重要 遲你幾位請坐前面 即是不能夠防範於美然 或者在那個弊病開始的時候 就要對它有一種對策 如果你做到這件事 之後那個弊病就越來越大 就是這個意思 包藏和心為其人心頗測 這個頗字 其實兩個字變成一個字 阿Sam你坐過來 有位剛剛夠位的 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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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心頗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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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是 表面上 裝好人 其實就是想做些壞事 就叫包藏和心 包藏和心 就是人心 知人口面不知心 人心頗測 好 作社道國 議論多而難成 就像是 你一個人在路邊建一間屋 有些人經過 發表的 應該怎麼建 這間屋應該怎麼建 花樣 你議論太多 你聽 影響了你本身的判斷 始終 如果你又聽這個說 又聽那個說 自己沒有一個主見的話 那件事就做不成了 這就叫作社道國 議論多而難 反而我們人 如果完全不聽別人的意見 又不行 如果誰說話 你都聽著 例如現在我們在 WhatsApp 或者Facebook 經常收到別人的人傳來的 這個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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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說 有謀奶 等於萬聖自殺 一切的奶淚制粉 那麼你都知道誰 如果是個個都聽 反而是 做不成人 一國三公 權並分而不一 一個國家 要那個權力分散 現在不是的 現在是說制衡 是嗎 又要有 也要執政黨,又要有反對黨,又要有所謂devil's advocate 凡是大公司開會,有些職員要扮演devil's advocate 專門是唱反尿的,提醒你專門挑選錯處 現在的概念是這樣的,以前是著重統一 統一意見就好,集一人意見辦大事 現在也有些人相信這些事情 西方民主社會就說要有制衡,中國當然不相信這件事 習近平一個人說了就一個人輸了算 習近平習主席說要堅決擁護,堅決支持 集舉國之力,辦大事 現在就有這樣的看法 以前是這樣的,喜歡集中 封建時代,帝王時代說集中 一言記出,司馬蘭追 一國三公就要一個國家 有三個眾臣就變成你不知聽哪個好 出事阻寸的,阻寸有兩句 一國三公不誰釋從 就是這樣的意思 現在就用來比喻,如果在高層決策 如果意見紛紛都很重要 就一國三公做事都做不到 就是這樣的意思 好,下一段我們就講得比較快 是有其緣,若三生有幸 是有其緣,若三生有幸 是皆忽異,若一事無成 酒色是擔,如以相撲,佛孤恕 財力不及,如此寸交情黃河 財力不及,如此寸交情黃河 財力不及,如以尊沙立情黃河 此子產之奉此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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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請所長,為之心凡忌養 欲請所長,為之心凡忌養 先讀多 有些事情,正所謂有這麼巧 忽然間有這樣的轉變 有奇怪的遭遇 好的遭遇就是三生有幸 譬如說有個人很崇拜他 終於見得到他了 三生有幸 香港乘地鐵剛剛和周圓發同車 哇,他和你拍張照片 真是三生有幸 所謂三生就是佛家的用語 前生、今生、來生 這就叫做三生 集齊三生的運氣 一起收到,見到一件很好的事 這就叫做三生有幸 有幸 事皆忽異,若一事無成 忽異就是和你的意願相反 相違背 每樣東西都不行 有時候是這樣做人 頭頭碰上黑 黑仔 每樣東西都不對 你想一就給你二 你想二就給你三 總之就是不對 你的心水 一事無成 酒色是擔 如以相苦 一部分孤樹 這些是不好的習慣 以前是喝酒、女食 這些都是屬於不好的習慣 若你是擔 成為一種癖好 沉迷於醇酒、美人 你就糟了 你的生命 不是這樣 沒有變好 還變壞 還變壞 壞成怎樣 好像兩把斧頭 來斬那棵樹 那棵樹 那棵樹還沒有生存下去的機會 西方都有 好像燒之蠟燭兩頭燒 雙重打擊 如果一個人是沉迷酒色的 就不要了 財力不足 這棵樹 如以串膠情黃河 串膠情黃河 是出自一本書的 是一本道家的經典 在晉朝有一個人叫葛鴻寫的 叫葛鴻寺 即是道家的修養、練單、打坐、養氣、長生 裡面有一句 有些東西做起來是完全沒有功勞 就做來浪費 成效很少 就等於用很少的膠來製造一條黃河 來製造一條黃河 黃河的水有很多泥水 是黃色 很粗的 你用一些當時的膠 用膠就塗了 一種就是令到水 能夠令到水可以由軸變清 你用這麼少的物料 想整條黃河的水弄清 是不可能的 就是浪費力不足 這樣的意思 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一個人聽人的意見 要兩副名都要聽 現在要講位於中立 正反意見都要聽 明的意思呢 明就是一個日加一個月字 就是光明 如果你的雙眼看得清楚 這樣就叫明 是嗎 盲了就變成說明 這個很容易知道 如果你是聽人講話 兩方面都要聽到的 正反意都要聽 你心裡面 等於眼睛看得清楚 有一個比較真確的印象 偏聽則暗 如果你是聽人的意見 聽為一面 只是聽贊成你的意見 反對你的意見又不聽 不合聽又不聽 這就很難做得到 人的人性當然是 對聽的聽多些 不合聽的聽少些 尤其是現在 現在就是了 如果網絡上收到什麼 訊息不合聽 你就馬上飛去不看 你是專門看的 是對聽的 加以現在 例如你看youtube 那些東西 你看某方面的東西 看得多 就再給多一點那方面的東西看 有些人就說 為什麼那些黃絲 或者藍絲 他們這麼堅信自己所說的 有些人堅信 香港有什麼 暴民貓 有些人說 你爭取民主權 其實都是暗中給網絡助長的風氣 你看開那邊的東西 自然就會猛給那些東西看 所以藍絲就變得更南 黃絲就變得更黃 有這樣的道理 如果想知道兩方面的意見 你就要故意聽聽那邊 聽那邊自己做個判斷 你覺得騙聽呢 剛才講的是什麼 兼聽和騙聽 兼聽就是兩個人都聽 騙聽就是只聽一遍 就等於好像盲的對眼 只看不到那樣東西 現在也是 最近例如俄羅斯打烏克蘭 為什麼有些人這麼奇怪呢 他支持俄羅斯 大多數人都是支持烏克蘭的 就是獨立國家 為什麼要照顧他呢 有些人又不是的 很奇怪 他們所聽的東西是不同的 跟我們所聽的東西不同的 所以就有這樣的質疑 那個膠字 是不是古代已經有這個字 有這個字 但我查不到這個是什麼物料 我們用塑膠的時候 它翻譯的時候會用膠 一定跟製造有關係嗎 沒有的 不是的 但是膠本身就是一樣的物料 應該有一組比較硬的東西 硬的東西 有些新屬性的東西 也有的 中藥一樣叫柯膠 已經有的 柯膠就是爐皮 是柯膠的東西 是柯膠的東西 如果有什麼東西 能夠令到水由軸變青 又可以的 是榮泛 榮泛 榮泛就可以了 水軸掉榮泛 放些榮泛的粉 都可以變成青 是 現在那個大中華膠 那個膠 那個就不是 那個就是這幾年 有些人發明 就是一個粗口 是嗎 一個粗口 原本就是粗口 有些人說 你講的東西都是 蠢的東西 就是 噩什麼 噩 大家知道了 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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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方便寫東西 不寫噩什麼 就是硬膠 硬膠 又要爭取 這個 總之是 左膠 左派 信左派的思想 信到入腦 完全不接受其他意義的左膠 有些人 就是 直之相信 中國就被人欺負 現在要採取一切的手段 成為一個強國 所有講中文的人 都要是中國人 無論你移民去哪裡都好 你始終都是中國人 就要效忠中國 這就是大中華膠 大中華膠 就是這個意思 那硬膠就是 硬膠就是 韓蜜 韓蜜 這個字就是香港有個律師的林忌 林忌作出來的 是嗎 人家就馬上用這個字嗎 叫做朝語 朝語 朝語 左邊坐上來 我們講到第二頁的味道 兼聽則名 偏聽則暗 似魏徵之對太宗 太宗就是唐太宗 唐太宗 魏徵就是唐太宗 手下一個很得力的神子 叫魏徵 很多竅 這個人 而且他很直言 偏偵 原本是做道士 是窮書生 窮到沒有事情做 沒有事情做 就去做道士 後來就是 大家知道 唐太宗的父親是李淵 唐高祖 唐高祖有幾個兒子 建成元吉 太子就建成 其實唐太宗李世民 不是大兒子 不知三兒子還是什麼兒子 以前的話 當然是大兒子做太子 魏徵由做道士 轉去跟太子做事 幫太子在先 後來唐太宗和太子 還有另外一個阿哥叫做元吉 三兄弟 是 大家幾兄弟 大家發了斑馬 招攬天下有才能的人幫他 這次就搞出一件工程慘案 大家知不知道 是 他殺了兩個 兩個兄弟 和他大家撼得很緊要 李世民就出了一條招 叫兩位哥哥 這樣大家講完事 四路路拆開他 幾日後我們去見老爸 見了李淵 大家講完他 好 那幾日就去 那一早 這兩人就去 李世民就帶了一群人 就伏擊他們 殺了兩個大哥 將他們殺了 這些可能魏徵也有分出條 魏徵原本是太子 轉過來過了當 跟李世民 殺了兩個大哥 跟著他去見老爸 爸爸 這兩人我殺了他 李世民 好吧 那你當皇帝 李世民就當了太上皇 李世民登基 即是唐太宗 魏徵 魏徵有這樣的 其實有一群人 屈辭公 那群 秦宿堡 大家如果看徐唐演義 就講到奢天花龍空 很重要的 相傳魏徵 就是因為他得力於唐太宗 跟他說的話實在有料到 所以他對唐太宗 非常不客氣 不客氣 有什麼是直撤其非 甚至乎說的話 是得罪唐太宗 大家都知道 現在 如果看電視劇 就是 大臣見皇帝 要有三跪 久後要跪在那裡 最多讓你站在那裡 站在那裡已經算好了 不用跪 看大戲 當然是傾家平身 不用跪 站在那裡就能夠 已經是一種恩惠 其實不是 這件事是明朝之後 就是這樣 以前宋朝 唐朝之前 臣子見皇帝 都可以站 不用跪 或者坐 或者坐 唐太宗經常 對臣子很好 不只說 有時候叫他坐在一起 坐著幫頭說話 是這麼好的 唐太宗經常 這麼有氣質 這麼有氣度的人 這麼有氣質 也不客氣 有什麼直情說 有時候得罪了唐太宗 都不知道 有時候很怕他 有時候很生氣 有時候怕他 怕他 怕到自己做錯了 又不敢讓魏徵知道 因為他罵他 罵他 罵王上 有一次 唐太宗 有人進貢了一隻 雀鳥給他 以前是喜歡捏雀 不如說 魏徵來見皇上 馬上收到酒 說完話之後 就死歸了 差不多以前軍臣 都叫做平等 不是動動就說要斬口 尤其是唐太宗 唐太宗 不是說民主 是比較聽意見 有一次 真的被魏徵罵到沒有面子 很生氣 生氣到他當時不敢發作 入到後宮就頂提頂爪 豈有一次 誰老闆呢 現在 這樣跟我說話 說了五個字 殺且田謝翁 岩石翁 岩石翁 殺了你這個鄉口佬 王堂atz Sex王子 楓石 Chick相叫長孫王候 常 millise是個太嚴德的女人 我就問皇上為何如此生氣 你來說 protections 毁职跟我讲话,没规,没规,激毒,我真是杀杀,真是上网杀了他 长孙皇后立刻就做着衣服,恭喜皇上,恭喜皇上 有这么好的臣子,有好的皇帝,才有臣子肯跟你讲忠言 如果是个个托你大脚,说你喜欢听的话 就说不要那些奸臣,你有这么好的奸臣应该恭喜皇上 他说是呀 于是不生气了,好回了 毅职的命短就死了 后来就死了,即是唐太宗没死就死了 唐太宗就说了一句说话 以死为监,可以名轻衰 所以我们看历史 当是一块镜,以死为监 这个镜字就是镜字 对不对 是不是 如果说普通话,这个字和这个字好像戚伏法音差不多 是吧 不同 都差不多 唐太宗就说 如果我们看历史 就可以知道国家í case争轻衰 但以人為監可以明得失 自己可以知道自己有什麼做得不好 做得好做得不好 因為有些好人跟你說話 說一些老實的話 就可以知道自己做什麼做得不好 現在魏徵死了 不失一監耳 我就沒有了一塊鏡 屎是鏡 人也是鏡 魏徵死了 不失一鏡耳 一鑑耳 非常是可惜 到什麼時候你說不平民 明朝 朱元璋本身是平民 但上到他做了皇帝 他就得了一噸君王款 要求神自己絕對向皇帝忠誠 絕對臣服 絕對服從 絕對穿什麼都絕對 要跪一邊說話 是他開始的 由朱元璋開始 中國政治的黑暗 就是由朱元璋開始了 朱元璋明朝有什麼壞事 其實就是黑暗 例如酷刑 剝皮 殺公臣 所有公臣被他殺光 幾乎殺光 很殘忍的 那叩頭呢 叩頭和跪一差 是呀 跪都要叩頭 向皇帝叩頭 明朝就很黑暗 又有太監 有錦衣衛 各種不好的事情 由一文朝開始 唐朝和宋朝都很尊重讀書人 宋朝也是很尊重讀書人 中路難犯尊獄難成 這個很明顯 中路難犯 因為大家都很反對你的 你想做的事情 你的權也沒有了 這個又是左鑽 左鑽裡面有一個很出名的 很炎良的能神 叫做紫產 叫做紫產 其實他叫做紫產 他叫做紫產 以前的人 專稱一個人 把紫加在前面 例如孔子的弟子 有一個叫子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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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怎麼會說 每個人喜歡那個子貢 其實不是 他叫做紫貢 他叫做紫路 專稱的叫做紫路 這個叫做紫產 其實紫產 另外有姓有名 他姓公孫 他姓公孫 又叫做橋 華僑那個橋 企人變成華僑那個橋 叫公孫橋 他的別字叫做產 所以叫做紫產 紫產和另外一個神子 叫做紫孔 你覺得也不是姓子 叫做紫孔 叫做紫孔 原本叫做什麼名字 先看看 暫時查不到 總之叫做紫孔 不是孔子 不是孔子 叫做紫孔 他就是做得不好 他就是做得不好 直至最後下場 就政變 被人殺了 他做得不好 紫產都是說他 他所做的事 眾路難犯 尊慾難成 就是說他 人家又對你的意見 反對 你所自己想做的事 又做不到 這個意思 欲請所長 為之心煩忌養 有些人認為自己可以 想在別人面前不就所表現 心情就好像忌養 忌養 很想表現 很想表現 心就哩哩 想表現自己高超的事 好 我們再讀這些小段 絕無情慾為之高目死灰 絕無情慾為之高目死灰 座上有藍客 撤衰謹然 座上有藍客 撤衰謹然 往來無白丁交接驅然 將近好處漸入街景 將近好處漸入街景 無端巨傲旁若無人 無端巨傲旁若無人 借事歡逆若告假 借事歡逆若告假 用財足托若人緣 用財足托若人緣 一個人絕無情慾 無無所求 對一切都沒有興趣 我們叫做高木死灰 高木就是枯了的樹木 死灰是燒炭 燒到最後變了灰 有時變了灰之後 都會有少少的升火 連那些升火 閃一下閃一下 很小的火光都沒有了 那些叫做死灰 大家就聽到有一句的成語 死灰復燃 死灰不能夠復燃 當然不能夠 如果真的爆冷門 那個人壞到貼地 又會出人頭地 又會走好運 死灰復燃 又或者我們去撲滅一些不好的事情 以為你搞定它 以後沒有了 忽然它又出來 又作怪 死灰復燃 聽說有幾載的 司馬遷 司馬遷就因為幫李寧說話 就得罪到他武大 武大就是施行賦刑 還要他坐牢 司馬遷就很不服氣 自己明明是為整事 才發聲 皇帝施以這個酷刑 沒了心機 就在浴宫那裏給一些浴室 講說話給他聽 看不起他 司馬遷就說 死灰不能夠復燃 難道死灰真的不能夠復燃 我可以的 我將來都可以 重新所謂發光發亮 那浴室就笑他 若果死灰能夠復燃 我讀遼林式他 他那我 呵呵呵 這樣就不是了 這可以的 司馬遷就跌回心水 繼承到他父親司馬談的位置 就成了史記這本書 就是千古傳重的史書 死灰都可以復燃 座上有藍客 千記謹然 这一句是来自一本书 有首诗 《座上若有江南客,莫向春风唱借孤》 若果同一群人相处的时候 有些人来自南方 唱歌的时候就唱个题材 不要唱那首叫《借孤》的歌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时候中国战乱 人们在这个地方避去那个地方 可能在这个情况下 有些南方来的人去了北方避禍 他们的心就很常想着南方 《借孤》是南面的小鸟 我们讲话要小心 知道秘技 不要牵起人家的伤心事 如果我们的朋友中间 在北方大家 杯酒言欢唱起歌 不要唱南方的歌 引起他的心情不好 这样的意思 这个就是用来的比喻 说话要小心点 不要得罪人 不要挑逗人家的心中那条尺 这样的意思 往来毛泊丁交接驱矣 往来毛泊丁是来自唐朝的名称 名人的刘雨石 刘雨石也是唐朝中期的人 和白居易那些是老友记 他写过一篇文 很短的 只有几十个字 以前的小孩 一定要念到他 就是柳失明 他说 我家屋虽然不是普通的烂屋 但是我精神方面很有满足感 我的朋友不嫌我毗漏 很多名人 高财德的人都来跟我做朋友 有一句就说 谭笑有鸿雨 往来毛泊丁 我家屋漏室 不是很简陋的屋 但是我的朋友有料到 我一班朋友来跟我聊天 有些当朝有大的读书人 有些聪明的读书人 都有这个人来跟我聊天 来来去去的人 都不是完全没有地位 没有白兵 丁就是一个人 白就是没有公明的人 所谓白衣 每个都是在朝廷有官做的 不少东西的 往来毛泊丁 我们就说 我一个人交流行广阔 认识的人很厉害 往来毛泊丁 将近好处暂入街景 有个故事 有个人叫做什么呢 有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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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身那边比较甜 到最尽那边 这一路苍生出去 那边没有熟 那边一直生出去 那边一路苍生出去 如果走上面那一部分 就不太甜 下面那部分 因为生长得很久 那边的化学变化 就甜一些 這個人的顧海茲吃蔗就跟一般人 一般人一嘟嘟 當然是最甜的就是咬那邊吃 他就不是的 他就在沒有那麼甜的那邊開始吃 一邊吃一邊吃到甜一點的部分 人們問他為什麼吃蔗吃得這麼怪的 明明甜的理由吃先吃 淡的那邊才說不是 漸入街景 做人最重要的這件事 就是望前面越來越好 他的心就開心了 越吃越差 一口咬下去就很甜的 吃一口吃到沒有味道 那邊就不好 漸入街景的意思就是這樣 無端居傲旁若無人 這個就來自史記刺客列傳 講講經歐 說經歐 經歐是很豪邁的 有江湖地位 有武功 有義氣 有很多的 江湖朋友跟他在一起 他就跟一個人叫做高漸里 高漸里 這是每個家人 我都會馬上來 去喝酒 拍台、拍椅、拍大腿、唱歌 膀若無人 當你當你撿在這些人不存在 他們是被淘罪在他世界上 本色很豪邁,狂若无人 荆苡和高占来,结果荆苡的下层大家都知道 受了太子丹的委托,纯走美人,钱,给你足你,第二你拼命 拿着一把劍仔,拿着一幅地图去见秦始皇 一手执着秦始皇就刺死他,结果失败了 高占来的老友忌想帮他报仇 高占来有个技能奏一种音乐的乐器,叫做竹 所谓竹就像一个沙坡那样敲到的声音 以前乐器话是相当原始的,现在这么复杂的 整个死了,想法如何去帮他报仇 他真的去帮他手,杀了秦始皇 秦始皇他有个弱点,他喜欢听,拨竹 都要听听拨,高占来就找了进去 最后被人好像发现了,独盘那对眼 继续服务,敲竹给秦始皇听,高占来就想了一条 竹里换了一些圆,弄得他很重 在他扶着秦始皇就跑去帮他,结果他又失败了 他又被人失败了,秦始皇就是历史上的 很多人想拿他命,秦始皇始终拿不到他命 成就了秦始皇的工业,有好又不好 历史上对秦始皇的评价都是两方面 有些说他残暴,返输坑余,私人的好营 又收了万里长城,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 现在说是他的公职,有些历史家赞扬秦始皇 又说他全中国统一了,车和鬼,书和闻 以前战国时期,所谓战国七国,七国这么乱 各个国家的制度就不同,秦始皇统失之后就是书和闻 大家写的文字是一样,车和鬼,车两个车又一样 那些零件就可以大家互通,全国会有不同的零件 令中国强大,秦始皇私人郡元制,封建制 令中国一直到来,二千年都巡逐江乡 有些市家都是赞扬秦始皇,那些坏东西就是 但是他有这样的功劳,甚至近代的历史学家,钱穆 你以为他是做老古董,他也是对秦始皇有一个正面的评价 好,借时欢迎,如果有告假,告假这两个字 现在我们还在说,有些事我不要上班,我今天不上班 叫告假,都是古代的用法 用财足托,约人缘,即是用些钱去为自己铺路,攀户,权贵 就是花钱来博上位,现在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花钱来博上位,就好像人缘就是说 以前有些树,例如松树,一棵松树很高 有些寄生的植物就拉住,松树就这样拉住 大家都知道,这个花园有树,有些寄生的植物 明明一棵树就生在一起,因为很依附它上去 人缘就是说这件事了 来自这个新唐书,有两句说话 桥松孤立罗鸟人员,罗鸟就是一种植物 是一种寄生的植物,罗鸟 是一种寄生的植物,就是一种寄生的植物 这个字就比较小,这种植物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总之是寄生植物,罗鸟就比较通行 大家知道,罗鸟就是当时的唐书 这本书就是这样说,通常是如今所说的 就说这两种东西,比较通行些 铅饶有本小说,叫《吐司花》 大家可能太年轻了,不知道 这本书都是六十年代铅饶写的书 拍过电影,不知道是汪玲还是龟雅做的 就是《吐司花》,这两种都是比较出名的寄生植物 它本身是很柔弱的,生在一些比较坚强的植物 一直黏着,比喻女子要依附男子的意思 有一本文章是《吐司花》,是《吐司花》 《吐司花》,《吐司花》 《吐司花》,《吐司花》 有一个名省的杨树 杨树是权倾朝野 甚至在他的家里 机缩又多,钱又多 排场又够 甚至比得上隋朝的皇帝 洪忽磊就是他手下一个屁女 当时有一个人叫李整 李整后来也帮李世民 帮李世民打天下 李整又不是封臣榜的李整 封臣榜的李整是托塔天皇 罗渣的老爸 李整相差很远 这个是隋朝隋堂的李整 李整当时还是隋朝 还是皇帝 李整就 他就是满腹经论去见杨树 这个权神说他心目中的抱负 希望有什么政策 杨树不是讀不多树 他觉得普通的睡客 但红忽磊 但红忽磊 当时杨树的婢女 站在后面 那次有一个红色的忽尘 叫红忽磊 有名有姓的 见到李整气语不凡 这个人将来必成大气 红忽磊 晚上去找李整 红忽磊 红忽磊 求艳黑传说他一句话 红忽磊 跟李整说 斯罗非独生 我们的女人 夫人之辈 始终成世人的希望 都是找个归宿 见到公子 你的财学更高 我来投奔跟你一起走 我不跟这个样素 我来跟你 我来跟你 李整就好像斯罗 不可以独立生存 红忽磊的树木 即是李整 我来投靠你 两个人就走族走族 红忽磊 那是什么意思 如果大家看 有没有人看过学小说 黄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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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本小说的沉秦记 是沉秦记 是沉秦记 大唐双龙传 留下大唐双龙传 如何成為皇帝 有兩個江湖上的小運運 牽涉其中 出了很多力 這兩個人物都是假的 都是他作老作的 一個是徐子玲 一個是構仲 這個純粹是他作的人物 但他裏面是講很多人的 又講李靖 又講李世民 又講魏征 又講建成 講袁吉 整個書加密這麼厚 幾百萬字 二、三百萬字 如果你買書的話 十本、八本 我就看電子書 王逸 拍過電視劇家 大唐商、農村 林峰做的 林峰和古天郎 兩位工作人員 王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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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死了 心臟病 我同學 跟我同班 王逸 讀書時已經寫小說了 終於不作業之後 就做工務員 做了幾年就不做了 就走在場梅窩 就住了一間村屋 就不遺仇 賣老子寫小說 寫到成世明 發達了 只是收版稅 收到他手軟 可惜就是前幾年就死了 他死了之後 我才看他的小說 他在生的時候我就不看 都是可惜的 好 我想問一件事 我不認識 我不認識 我想問一問 第三項有句說話 是 借事、歡逆、藥、高家 高家 我就想 他的意思是否借借乙 歡逆就是不上班 不是借借乙是憑直的意思 因為有時 就希望歡逆 relief了他 不用他做事 就歡逆 所以就不是告假 不是假的 是真的 不是 高家 就是不做休息的意思 不是說去假的 這個借事不是借事生非 借借乙 可以做些 借事因為有時 是相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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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音變成借的 現在 我們從小都說借口借口 後來有些人出來說正音 說借口是不對的 是說借口的 現在的人都說借口借口 這樣又有道歉 有些人寫了借口 現在裏面有人寫了借口 其實應該是這個借口 是這樣的 語言的東西 借事是正面的 借口是假的 借口是 excuse 你做一件事 為甚麼做一件事 因為那件事就是一個借口 所以我就以為 最後兩字可以變成告假 其實是假的 告假 請假 請假 告假 告假 好 市有大利若期貨可居 我們說完這個消息 市有大利若期貨可居 市有大利若期貨可居 事而鑑前,若福居可戒 愛彼為此,若阻坦 處事兩可,若無靈 敵甚而吹,若發蒙震落 自在必勝,若破虎沉舟 曲突洗身無恩責 不念預防之力 焦頭爛額為上客 逃之拯救之公橫 涉道若梁上君子 強耿若化愛還文 燭頭木舌皆為有用之文 牛秀馬撥可被若石之之 牛秀馬撥可被若石之之 好,有很多故事說了 事有帶你若其貨可居 其貨可居呢 就和秦始皇有關 當時秦國七國這麼亂 Patrick的教材在這裏 你拿一份 有嗎?OK,可以 大家知道 李博偉,當時有個生意佬 好,生意佬什麼都講錢 什麼都講錢,講講利益 李博偉,發現一條財路 一條財路,就是當時 故事又很長 當時秦國都不是一個很強的國家 開始強了,開始強了 曾經跟另一個國家,好像趙王國 李博偉是否趙王國 以前那些國家和國家有什麼事 借兵的話 當時要給錢 不給錢借兵給你 是死人的 錢可以拿手 可以拿手 你什麼要給人拿手 拿個王子過來給人拿手 拿去做人質 這個王子 這個王子不是太子 給你拿手 不會是太子你拿手 就隨便找個王子 這個王子叫二人 這個王子的老爸 他就是太子的兒子 他就是太子的兒子 但是不是太子的大老婆的兒子 是太子的小老婆的兒子 大家明白嗎 也叫做兒子 拿去做人質 他就是太子 這個王子 偷子 他就是老婆 店主審 他就是不太子 他就是不太子 這是結婚的高度 但是後來 你了 他就是要判斷 那就是要做 好了,他就主心積慮,他就問他爸爸,賺多少錢,他就問他爸爸,如果我能夠栽培一個人做到王的話,那又能否栽培過,他就說當然能栽培過了 有這樣的事情在,期貨可居,這件事你不要走雞,一定要拿著這個機會,將來發達家 於是,呂北偉就將他手下,即是他自己一個小老婆,名字都沒有,一個女人沒有地位 一個女人,在趙國,趙基,當時這個,本身又不是太子,在鄰國做人知,沒有人看起他,做人知,他生活又很差,他又不是說,當時德令的愛子,生活上都不是很腐足, 你不是說要花錢,又給好東西他住,給好東西他吃,還給女人他享受,其實這個趙基,就是他的妻子來的,就將他送給他做老婆,他沒有老婆的,送給他做老婆,聽說,趙基送給他做老婆之前,已經是, 你又哭了,那個哭了,那個哭是誰的? 不是她的,她又生了一個兒子出來,她不像黃,她叫阿正,秦朝的皇太姓,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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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正, 是,花錢,投資下去,用她的名字,送很多東西給太子,太子都未交,還送給太子一個愛妓,華洋夫人, 太子最喜歡華洋夫人,太子最喜歡華洋夫人,另外二人有老母,她是小老婆,不是這樣得草, 她是小老公,猛地送錢給太子,猛地送金銀珠寶,寧羅籌,打結華洋夫人, 就說,二人在這裏,好思念秦國,又好孝順你,孝順你更多孝順自己的老母, 好啊,另外有個什麼夫人呢,這個我就不說了, 就知道華洋夫人呢,就跟秦國的太子,就沒有生不出兒子,沒有兒子生, 那麼呂伯衛就找人跟她說,你不如認了這個二人,做你的兒子啊,黨是你的兒子啊, 那將來,你老公這個太子做了皇帝,那你就是皇帝的老母,那你有好處啊, 那就,猛地花錢,猛地花錢就知道,不如說好了,說好了, 華洋夫人就得錯,又跟太子說太子就說好了,都好啊, 嗯,希望將來有這個計劃,真是搞定了這件事, 那後來是秦國,皇帝一上,皇帝死了,皇死了,太子就上了,太子就上了, 那這個二人就回去,那這個呢,就是太子做了皇帝,幾個月而已, 他就死了,他就死了,這個人做了,這個人做了,變成了秦王,這個人做了,變成了秦王了, 他又短命啊,他又短命啊,又是一頭半個月,一頭一年半輩子,他又死了,啊,這個就行了啊, 這個地花,十幾歲就已經做秦王了,這個形成了, 其實他做秦王做了十幾年,跟著,十幾歲做秦王,做了秦王十幾年, 三十多歲就打了那麼多國家,成為秦子王, 成為秦子王,做了秦子王之後,再十年八年左右,他又死了,他不是很長命啊, 都是四十幾歲,五十歲,秦子王就死了,這十幾年就做了很多事情, 就是這樣來的,一切的事情就是,不是小說來的, 司馬千、史記是這麼說的,當然我的朋友王逸,寫秦記, 說香港有一個,有一個,有一個警察,叫做漢少龍,也是古天樂做的, 是,經過時光機,回到二千年前,幫二人做秦王,這段也是作的, 牽涉到當時的歷史人物,也是一大套的書, 王逸寫的沉秦記,有這樣的故事,所以說期貨可居有這樣的故事, 是,福居可鑑,是視義而鑑,就是要看以前的人犯了什麼錯誤, 我們要避免這些錯誤,就叫福居可鑑,是前居可鑑, 另外講過是前居可鑑, 把以前的人的事作為一種警戒, 警戒自己不要再犯這個錯誤了, 外彼為此,若左坦, 這個就對了,要表明立場, 表明立場的意思, 好,我先說到以前漢朝,第一個皇帝的漢高祖, 漢高祖劉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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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邦的皇后, 劉邦的命不太长 皇帝后都会死 他死后就当女后专政 以前有一个姓女 在劉邦未起事未曾发的时候 把女后取败给他 所以叫做女后 但女后这个人是非常残忍 心术很坏 计谋也很多 又有一群奸臣帮助他 专政 把汉朝的政令纳了 由一个女后来专政 大封诸女 把自己外家姓女的人来做大官 这段时间是一个混乱的时间 但劉邦死了 刘邦还有一群终臣未死 例如张梁 周伯那些人 他就发动军政变 推翻了一个女后 听说女后这个人是残忍到什么地步呢 刘邦有一个小老婆 即是那些姬妾 他就很恨她的 他很恨她的 她是大婆 当然是恨妾妾 就整股刘邦死了 他就想怎样去虐待这个女人 刺濫她的对眼 刺濡她的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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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朝当初开过功臣 其中有一个叫周伯 周伯发动政变 要赶女后下台 读杀 那些姓女的那班人 在军中要军事表态 就说谁支持女后的呢 就 扯着衣服露到右边出来的 谁支持我们整班功臣 去恢復这个汉朝 姓流的江山 就露出左肩 扯着衣服露出左肩 军中表态露出左肩的人多 露出右肩的人少 即是说 他得到军方的支持 就要发动军人政变 就要杀了女后 和他一群奸臣 这次就政变成功了 汉朝由 刘邦看高组 中间有点少的时间 女后专政再下去 就文帝 是谁的儿子 文帝是 刘邦的儿子 不是 是谁的母 区中老母是谁 应该是女后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不是这样的感觉 总之就是姓流的 是直直系的 文帝是到景帝 景帝到汉武帝 到汉武帝 文帝景帝都是比较优养生息 用道家 就是一个过渡性 将我国力培养起来 做到汉武帝 就是大展拳脚 大展拳脚 成立一个大汉的底国 就是这样的故事 柱是两可 若无灵 无灵两可 来自唐朝 有一个人叫苏未道 这样的名字也有的 这个人做事很圆滑的 如果现在有什么人可以给他 香港的张建宗 什么都完全不承认的 这样就行 这样就行 终于没什么立场 这么圆滑的人 他自己说 他自己的做法 说我这样做是对的 无灵两可 你开这边我又对 开那边我又对 我就能保持自己做官的地坏 现在就叫唐平 这个叫唐平 唐平 叫了宵极上的合作 所以人们叫他 他就是无灵两可 这个字就是他说的 所以人们叫他松无灵 松无灵 敌忍以吹若发蒙真落 若那两个对敌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的军队可以很轻易地打赢对方 就叫做发蒙震落 发蒙的意思是在山上的陈 这些陈就把他拨走了 这么容易的 就是对敌人打赢敌人 我们的行动是这么容易打得到的 那就叫做发蒙震落 现在比较少用一点 自在必胜 就是破虎沉舟 这就是韩羽的故事 韩羽的故事 韩羽是坐霸王 那些军队很厉害 有一次大战就要做一个登陆战 登陆战是坐船 那些军队在陆地一路攻攻打过去 上到陆地之后 每人只准带自己三天的粮食 干粮在身上 我们坐的船是坐沉了它 有去就没有退 若果不打赢的话 我们就死了 我们没有路走 人家的船都坐沉了 就是不要推路了 一定要向前走 率之国之上就打赢了 因为那个士气高 破虎沉舟的意思 破虎 虎就是锅 连煮饭的锅都打完 不用吃了 吃身上的干粮就可以了 总之打赢了 你就什么都有 打输了 你就什么都没有 饭又没得吃 命又没有 回不了回家 斗志方面是最强的 好 说完这句 曲突洗身 无恩贼 不念预防 曲突洗身 以前有个故事 有个人有间屋 屋的灶头 突就是煙通 突就是煙通 这个人间屋的煙通 是直的 那些火就不停上升 但是在煙通下面 就是有些炉灶 或者取暖的炉 就堆了很多柴 在那里 打算容易 那些柴就放在那里 就烧了 但是这又是一个危险动作 有个人就向屋主说 屋主你这样做法是很危险的 很引起火警的 你不如将那条煙通不要直上 将它改回曲 这样就安全一些 这种东西我就不太明白 故事就是这样说 还有你的身就是柴 不要堆在这里 堆在柴房里 离开火源 就不容易蔓延 这个人就不听 结果真的是火足 应认了这个人所说 这个人叫他曲突 叫他整捏那条煙通 叫他搬走柴 洗身 牵洗了柴 他不听 结果就是火足 火足就是邻居来帮他救火 最后就是把火拨毁了 这个人就很开心 就请那些邻居吃饭 但是他就不记得了 我先前向他提出改善意见的人 于是后来那些人就作了两句 曲突 洗身 无恩贼 人家向你说一些好的意见 你不多谢他 你没有多谢他 你忽视了他 焦头烂压 那些帮你救火的人 头发都烧了 皮肤都烧到烂了 你又请他做上班 请他吃饭 那就是本末倒置 本末倒置的意思 只是记得那些帮你救火的人 不记得向你提供好的意见的人 曲突洗身 不如说到你下面那里 是 摄到若良尚君子 说以前中国有个读书人 姓陈 今天没有讨讨厌 这个不是读书字 读书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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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他就在家裡教導指責 人意、義、做人應該怎樣 講道吉的事情 有一個賊入了他的屋子 林朗昌爬上屋子 以前屋子尖了一條樑 躲在樑上 看著下面 看這群人說完之後 四散時沒有人了 他就下來偷東西 你的層實就知道上面有一個這樣的人 就向子孫說道理 人的本性都是善的 若果有什麼東西要去偷東西 都是為勢所迫 他的本性不是差的 用這些道德的東西 因為他講這些 樑上的人就很慘愧 爬下來向他借罪 他就不追究他 所以這個樑上君子 這個都是君子 他就能夠通改前非 不做些壞事 樑上君子現在就變成道賊 道賊的代號 道賊的代號 以前香港那些報紙都有文化 經常報道什麼案件 偷竊 就說樑上君子 就是那個賊 強梗若化愛還雲 強梗 不懂得開通的那些叫強梗 比喻那些在中國文化之外 沒有受到中國文化潤窄的野人 叫強梗 不知變通沒有文化的人 竹頭木舌皆為有用之外 這個就說陶河溫的問 陶河溫 晚上又會搬來搬去 有人問他為什麼 有時不再拿副離身 又有空不休息 說我只是鍛鍊身體而已 我就因為我的身體要做這樣的運動 保養好身體 將來朝廷有什麼需要的話 叫我去做事 我可以有健全的健康 幫朝廷做事 這個是陶冤明的太公 他除了搬石搬來搬去做運動 他喜歡把那些東西都複製 人家扔掉的東西 他就不要 他就拿來搬來用 包裹竹頭木舌建築材料 用剩下的東西 他又收身還埋放在那裡 最後一天又有用 外面下大雪 路有積雪 車就行不到 他就把竹頭木舌鋪 鋪在路上 後面就是在雪地上 竹頭木舌 原來也有用 牛秀、馬撥、可備、藥、蜘、蜘 有些東西你覺得是沒有用的東西 在適當的環境下可能都有用的 牛秀就是牛尿 牛尿 牛尿也有用的 用來入藥 做中藥 你敢不敢吃 不知道牛尿 人尿、人屎都是藥 人中黃、人中白 這些都是藥 聽說是有用來的 聽說是有用的 馬撥是甚麼 大家知道馬撥是甚麼嗎 牛尿 你說牛尿 馬屎是吧 不是 是一種草 叫做馬撥 就是很粗賤的草 一般人以為是野草 就算這些這麼卑微的東西 都可以作為藥石 藥石 藥石就是中藥所謂的石 中藥的藥 中藥的藥跟有幾樣東西 一種是草盆的 生草藥 另一種是礦物 mineral 那些都可以用來做中藥 我不是中醫 我知道中醫是用的 就是mineral 用來做中藥 是甚麼呢 白帆這些可能都是的 石灰 可能用小小用來做作用 就是這樣 這跟徒冤的關係是甚麼 是他太公 太公即是爺的 多少代我就不記得清楚了 爺還是曾祖父還是老爸 我忘記了 總之是有關係 都是俊朝 早先 還有先輩 好了 3時40分 我們不如消息吧 好